磨豆鸡开始运作 咖啡香气扑鼻而来 位在家心里这家新开的咖啡店 男女主人各有专长 男主人擅长烘豆子泡咖啡 主打市场较为少见的极浅焙咖啡豆 女主人专严烘焙 每天现做新鲜甜点 最近在家心里新开的这一家 多塔咖啡以及眼睛烘焙工作室 那常常经过的时候 都会看到许多客人进来 然后我也忍不住就往里面瞧了机眼 发现里面真的就是所谓的灯光美气氛家 而且这个周遭环境都弄得很清洁 我相信这是个每个里长 都欢迎每个店家来里内设置的时候的最先要件 那再加上感觉到这家的咖啡里面的内容是非常有特色的 甚至我问了一下邻居 就是说好像是有所谓的浅烘焙的这样的一个咖啡 那所以说其实我自己虽然不懂咖啡 但是也想说趁着来了解这个咖啡 来了解这家店的时候 来带着里面和所有市民来了解一下 就是什么叫做浅烘焙的咖啡 应该是这么说 因为其实目前在咖啡这一块市场里面 做极浅焙的咖啡豆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少的 那一般来讲因为可能他们店家对于极浅焙的这个豆子上 烘焙上那其实他的技术难度是非常的高的 那相较之下就是说可能因为台湾早期受到一些日本的影响 那他们可能对于咖啡豆的认知上是想说 可能都是焙的比较深比较苦的这个部分 那所以呢借由这个方式 就是也想要去推广所谓的极浅焙的这个咖啡 那给大家能够来做一个品尝 所谓的技术难度高是因为它在烘焙的过程当中 嗯其实蛮容易就会造成就是一个斗星无法透 轰不透对那你要轰的透那相对的之下 你变成有时候会又过头 所以它其实在在所谓的这个熟成上 它会比较难去掌控 因为它要呈现到某种就是可能已经 某种到脱水的程度之下 又能够保有它咖啡中的一些 算是果香的部分会比较难 对困难度会比较高 其实我算是自学烘焙 那这个部分的话 因为其实我本身可能对于食材的要求 会比较严格一点 那我是希望透过就是说用比较好的食材 去呈现一些食物它该有的原味 而不是说可能藉由就是香精或者是一些其他香料 来呈现就是食物的风味 那就是透过就是好的食材 让客人了解说 也许可能吃蛋糕偶尔吃 它并不是那么样的不健康 那也可以品尝到就是食物 它本身比较该有的味道这样子 其实应该是说我做的还蛮广的 我不是那种就是可能大家定义说 你是一定做法式啊或做日式的 我其实很喜欢就是不同的组合 所以有时候你可能会看到我的产品里面 它可能有法式的部分 然后也有日式的部分 就是结合在一起 它没有办法就是用一个就是很既定去框住它 对我喜欢就是使用不同的 就是可能不同的元素 然后去评凑出这个甜点 今天的甜点的话 它是那个抹茶红豆磅蛋糕 那我知道外面可能有的就是抹茶红豆磅蛋糕 它会喜欢就是可能整块就是看起来绿色 就是让你就是一下子就 这个就一定是抹茶 那我会想要就是营造出 其实我本来的设定是说 下面的抹茶部分可能做成像一个富士山的形状 那红豆部分放在上面它很像一个太阳 但是这个可能有一点点技术难度 所以它现在太阳有点下沉 对 它的抹茶呢 不是带于那么浓浓的让人家很好厌 然后呢但是它吃起来又不会刷刷 你知道这个蛋糕所以说 但是又不是很会很黏的那种感觉 然后它的那个红豆馅料啊 那个馅料 我感觉不太像一般做这个红豆蛋糕的那一种 就这反而有点比较像传统像红豆饼那一种红豆馅料 可能它是可能有在事先先有做工的 而不是只是单纯放一些红豆泥啊或者是什么 所以整个其实起来就是跟刚才喝的咖啡蛮搭的 这可能就像跟老板和老板娘一样 他们这个就是咖啡跟烘焙 这个叫做神雕侠侣 这是我们的这个神雕侠侣 那再来就是说其实我早期那时候开始在做咖啡这一块 是从做机器维修方面开始 对是从应该是从SECOL这间机器的这个方面开始接触做维修 那做维修这部分也长达了将近快十年了吧 那快十年了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陆陆续续会接触到非常多的厂商 那一些可能甚至于一些其他的 嗯 生豆商啦 器材商啦 然后甚至于料件商 那渐渐的就开始会对咖啡这一块东西就是了解到更多 那进而转而就开始慢慢的自己开始去了解研究咖啡这一块 那才会慢慢的促成所谓的多塔咖啡的开始 应该是说在挑选一个食材的时候其实我会上网去做一些功课 就是假设说即使是面粉的话我可能就会上网去做功课 就是了解说哪个产区哪个国家它的面粉有什么样的特性 然后会呈现大概什么样的风味出来 那即使说一个中金面粉不同的国家像日本跟法国 其实他们在风味上面是会有不同 那甚至就是可能连颜色什么都不一样 那简单的就是像盐巴也是 你海盐跟就是那种盐盐 其实它在风味上面还是会有一些些的略微不同 那我就是会去做很多这方面的功课 然后就是去挑选我觉得适合的 对 明天其实都会不一样 因为就会有客人会问说 你这边就是会出什么甜点 我都会回答说你可能上脸书看一下 明天要出什么甜点 刚才老板娘把布丁拿过来的时候 我像把布丁还没有放到口里面了 就已经有感受到茶香 那个不晓得是嘴巴闻到还是鼻子闻到 那真的吃到布丁嘴巴放到进去里面 发现它又不太像一般的布丁 例如说它的那个淋上去那个汁 就没那么甜 然后布丁吃上去 就那个感觉不像一般外面那种 布丁好像很弹 还会弹性 弹得很像假的那种感觉 那这个吃下去就带有一点 又带有一点蛋糕的感觉 再搭配这个咖啡这样下去 我相信是一套非常好的下午茶 那这边其实之前 应该是说我们之前在旧店那个时候 比较常出可能就是肉桂卷 因为我的肉桂卷可能跟外面的店家 比较不一样 对 因为我的面团是采用就是低温发酵 那它一样就是 做一个肉桂卷可能要花一天的时间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 它吃起来口感就是可能跟外面的不太一样 可是因为我们刚搬到这边 所以现在还在整顿当中 之后这边就是开始陆续会出一些 就是面包类的商品 老板与板娘齐心协力 努力以双品牌的特色经营这家咖啡店 为消费者来服务 里长说这也是消费者的福气 男女主人各自有擅长的领域 提供民众专业的服务与知识 以现阶段的咖啡的萃取方式 其实是蛮多元化的 如果说以我们以单纯 就是以一式鸡来讲的话 其实一式鸡它是属于一个 算是高压高温强迫萃取的方式 那我们俗称讲的就是 萃取出来就是以意大利文 所谓的这个字叫意大利文 就是Espresso 对那它是属于非常高浓度的 一个咖啡萃取液 那再来就是说 另外一种萃取方式 就是我们可能在早期 比较容易接触到的 也比较熟知到的一些方式的话 就是指的就是红烯 红烯的真足方式 它也是算是属于一个 算不断的升温的一种萃取方式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讲的所谓的冰滴 冰滴的方式的话 它就是属于一个算是 低温的方式 长时间萃取 长时间发酵的一种方式 然后再来的话 其实也有分所谓的手冲 手冲的话又是另外一种 萃取方式的呈现 大致上 还有摩卡糊 摩卡糊也是另外一种方式 所以其实严格来说 现在咖啡的萃取方式是 非常的多元 非常的多样 那它其实在这个当中 它会有非常多的不同的风味 就以同一只豆子来讲的话 它会有不同的方式的萃取 就会有不同的呈现的结果 一进到店里面来发现有两个品牌 一个就是等于是烘焙 烘焙咖啡的一个眼睛烘焙工作室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以 我们煮咖啡为主的这个 多塔咖啡 那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讲 我们其实可以感受得到 如果是从这种从烘焙到煮豆 煮咖啡这个可以说看起来就是一连贯 老板和老板娘他们都要坚持 都是由自己来制作 表示他们对于咖啡有的一种坚持的热爱 才会想要一边自己烘焙 然后又要坚持自己来煮咖啡 不然的话大部分大家买现成豆就好了 我相信这个是老板老板娘的一个坚持 但是呢又为了保持老板和老板娘他们 我相信要保持他们各自的特色 所以一个两个品牌 那就一个坚持在烘焙的部分 一个坚持在煮咖啡的部分 我相信其实就消费者来讲都非常乐见 只要都是好咖啡好咖啡豆 我们消费者一定都会非常喜欢 其实应该是讲双品牌的经营的话 其实就是 就是去各个专场 然后做一个所谓的结合 因为咖啡跟所谓的甜点的搭配上 它本身就是一个蛮match的一个组合 那在这个组合之下 我相信也可以让大家 就是带给大家就是一个更 不一样的一个所谓的体验 因为在有些以咖啡店家来讲的话 那其实蛮多店家他们是以就是算 甜点的部分都是叫现成的过来 做一个搭配组合 那我们在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比较想要呈现的所谓的就是都是自然的东西 然后给消费者 双双品牌的话 其实我觉得对消费者端来说 他可能进来这个店 他会就是很惊讶发现 为什么一家店里面会放两个不同的名片 然后会有两个就是不同的品牌 那我觉得第一个 它就是可以引起消费者的好奇心 那我觉得人的好奇心一旦就是被引起之后 也许你就是可以带领他 可能进入咖啡的世界 或是就是引起他就是可能对于烘焙这块的兴趣 那其实当初我们决定要把两个品牌放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其实也有考虑过 因为对外面业界来说 其实这是一个不常见的组合方式 因为大部分可能就直接会把甜点归纳到咖啡里面 或是可能把咖啡就是放到甜点里面 可是我们是希望说 因为我们各自有各自的专长 我们希望说我们能够就是呈现各自的专业 因为毕竟咖啡这块老板他比较专业 对那我希望说客人他需要寻求咖啡专业知识的时候 他可能是在老板这一边可以得到他想要的答案 那如果说是在烘焙这方面 他可能有兴趣想要提问一些 就是可能关于食材或是制作方式的时候 或是想要聊一些就是 可能就是一些甜点的知识的时候 他是可以在我这边是得到这样的答案 不管今天是咖啡或是甜点 所谓的充足方式呢 其实我们都很乐于去 去分享给大家 不是说可能就觉得说 这可能也许是我的方式 他是一个很轻松很方式的一种 我们觉得是一种享受 对不管是以咖啡或甜点的部分 那所以其实如果说今天有什么不太了解的地方的话 其实我们都很乐于跟大家分享 手冲的部分的话 其实就是一开始可能刚开始入门接触 对于咖啡这个东西 它的充足萃取方式 以及所谓的水分比跟粉的粗细度 那蛮多消费者可能他们对于这一块的话 比较不是那么的了解 那在于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都会用比较建议的这种方式 可以提供给他 然后去做一个参考 然后一种方式这样 其实之前会有客人会大概就是问说 你这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因为其实会有一些可能同业 或者就是会来询问 就是说你大概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其实我们算是一家蛮乐于分享的店 对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良好的互动 大家彼此成长 接下来咖啡店也将不定期举办私厨活动 欢迎喜欢咖啡与甜点的民众 锁定店家脸书 一起来交流分享 对因为像我们这边之后 有可能会办一些活动 那以前我们在旧的店的时候 其实有办过类似的活动 它是一个私厨的活动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可能我们会为了这一场活动 然后特别设计一些就是菜单 那这个菜单可能是你平常 在我们店里面是吃不到的 只有你参加这个活动可以吃得到 那老板他现场 他也会提供就是一些 手冲的一些简单教学这样子 或是说分享一些比较特殊的豆子 那甜点的部分的话 我们除了就是让客人平常 就是可能平常吃不到甜点之外 也会让客人就是稍微 就是动手做一下这样子 对 它算是一个就是跟客人之间 有互动连结的活动 欢迎大家有空常来店里做做 所以说呢 我们也很欢迎我们的李明 都可以花个时间来我们这个咖啡店 我们这新开的这个烘焙工作室 跟这个咖啡来这个尝试看看 在这么的优雅的环境下 喝个这个下午茶 相信可以让你的身心感觉到愉悦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屏类派